这包房DJ就是高级播放员 包房播放员在打碟操作上并没有太多技巧 主要就是混音和效果运用 其实并不是比谁打得好 而是比谁音乐放得好 真真好的包房DJ是能打到客人心里的 这要抓细节 例如观察客人的表情 状态 换位思考他的情绪 也要看年龄层 年龄大的打老哥 情感是比较多的可以打情怀 例如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 一定会让他想起最爱的那个人 让他流年忘返 年轻的就打周杰伦或者林俊杰 也能朗朗上口 歌曲的风格取决于现场的状态 FK适合前场调动氛围 PROG适合慢摇唱歌 Electro适合劲爆释放 根据不同的时间打不同的风格 当然也需要你每天找到当下流行的歌曲 例如抖音很火的歌 要不断更新 方能长久 歌路不是固定的 要不按顺序打 要穿插着来 随机应变 见缝就钻 要懂得打时间差 让客人开心和舒服 客人就说你打得好 下次一定还会叫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上方技巧 请点赞关注 别把我弄丢了 我会分享更多干货 我会发现更多干货 呢 幸福